武林盟主冷毁善大寿之日 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本待在边关坐镇的副盟主林洛时 竟然不请自来前来助寿 冷毁善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可还是笑脸相迎走了上去 林洛时一口一个大哥 并让人拿来的他准备的寿礼 恭祝我主 万寿无将 林洛时打开幕盒露出了一柄宝剑 顿时让场中的众人惊叹连连 冷毁善拔出宝剑查看 竟然发现这是一柄断剑 趁着冷毁善意愣神的功夫 林洛时将一团火焰真气打入了他的丹田 冷毁善的反应十分迅速 连忙运起魅力镇压火焰真气 并挥出一道剑气逼退的林洛时 紧接着冷毁善运起魅力 用出了一招悉心大法 强行射来众人手中的兵器 林洛时的一招火焰拳 轻松化解了冷毁善的攻势 随后与公来的冷毁善展开大战 两人身为大联盟的正副盟主 武功本就在伯仲之间 正常情况下只会两败俱伤 可林洛时已经取得先机 将一团火焰真气打入冷毁善的丹田 冷毁善不得不调用内力 镇压丹田处的火焰真气 因此能发挥出的战力 不足全胜时期的七成 根本不是林洛时的对手 林洛时早就有了周翔的计划 他故意与冷毁善比拼内力 加强冷毁善真气的消耗速度 让他不得不调用更多的真气 从而无法镇压丹田处的火焰真气 果然在两面夹击的情况下 冷毁善的表情逐渐痛苦起来 落入了绝对的下风 冷毁善 冷夫人的呼唤让冷毁善分神 被狡诈的林洛时抓准失机 用霸道无比的火焰神功烧成了渣渣灰 堂堂的不死神龙冷毁善 就此憋屈地领了河饭 为了斩草除根 林洛时弹出一道火焰真气杀死了冷夫人 只剩下了冷毁善刚满月的儿子 危急时刻 冷家中仆盖虎兰挺身而出 带着冷家遗孤逃了出去 林洛时的两大得力干将 狗盗人和兔大事健壮 追杀起了盖虎兰和冷家遗孤 盖虎兰逃无可逃 只好选择跳下悬崖博取一线生机 作为一个智商在线的大反派 林洛时深知斩草不出跟春风吹又生 随即令令两个手下去崖底仔细搜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除掉冷毁善之后 林洛时顺理成章接任了武林盟主 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时间来到二十年后 那个掉落悬崖的婴儿已然长大 他取名冷血并拜诸葛神侯为师 成为了诸葛神侯的四弟子 凭借着四十九路无名快剑文明江湖 滽下 Ohh 滾上 雷 雷